欢迎您收看人物简报 特朗普在乔治亚选举案中的保释金被设定为20万美元 BBC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18名共同被告在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中被要求支付20万美元的保释金 他们必须在周五下午前向亚特兰大的法院投案 保释条件规定 只要特朗普不试图威胁或恐吓证人 他可以在审判前保持自由 他否认了包括敲诈勒索和虚假陈述在内的13项指控 法庭命令还禁止特朗普犯任何罪行 并要求他只能在律师的陪同下与共同被告接触 这是特朗普面临的四起刑事案件之一 特鲁多指责Facebook在伤火期间封锁新闻访问 以追求利润为优先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批评Facebook在伤火期间封锁加拿大人获取新闻的行为 特鲁多指责该公司将企业利润置于人们的安全之上 而人们正寻求更新和疏散指令 特鲁多表示 Facebook和谷歌应根据今年6月生效的新在线新闻法公平补偿记者 Facebook表示 该法律将对其施加无限的财务责任 谷歌也表示将根据该法案封锁新闻访问 加拿大广播协会主席凯文德加尔丁斯指责 Facebook在危机期间封锁信息 以便与政府进行谈判 Facebook表示 其安全检查工具已被超过4万5千人用于与伤火有关的情况 并有30万人访问了平台上的Yellow Knife和Kalona危机响应页面 福音派告诉基督徒同胞 醒醒并放弃特朗普 英国独立报 一位基督教作家批评了那些 尽管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涉嫌犯罪活动和不符合基督教行为准则 却继续支持他的信徒 埃萨克 贝利认为这些人被欺骗 认为特朗普与他们的价值观相符 他暗示他们可能将特朗普视为启示录中的耶稣等圣经人物 这阻碍了他们对前总统的批判性评估 贝利警告不要相信右翼阴谋论 并敦促那些相信特朗普会拯救他们的人们醒悟过来 他认为特朗普的影响在基督教内部引发了危机 安大略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公会将进行罢工投票 加拿大环球邮报 安大略省英语天主教教教育系统的教师将于10月18日和19日进行罢工投票 安大略省英语天主教教师协会 而ACTA与政府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 但声称该省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公共教育资金讨论 而ACTA表示 他们甚至还没有与政府确定谈判范围 罢工投票旨在展示教师的决心 但谈判将在此期间继续进行 此前代表公立小学和中学教师的工会也计划进行罢工投票 司法部反对特朗普在2026年在华盛顿特区进行审判的请求 华盛顿邮报 美国司法部表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应该在2024年1月接受审判 被指控非法试图颠覆2020年选举 特朗普的律师请求在2026年4月进行审判 但司法部表示 这将剥夺公众享有快速审判的权利 预计审判日期将由美国地区法官塔尼亚 S.楚特侃在下周的听证会上确定 如果政府提议的日期被接受 特朗普将在2024年总统竞选之前 面临两次联邦行事审判 唐纳德 特朗普在乔治亚选举案中 面临20万美元保释金和不得威胁的命令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法庭文件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等待佐治亚州 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指控的审判期间 将被要求支付20万美元的保释金 并禁止在社交媒体上发送威胁性信息 特朗普的律师和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 法尼·威利斯签署的保释协议 还包括限制恐吓证人和妨碍司法 检方表示 审判计划于2024年3月4日开始 而特朗普的律师则要求在2026年进行审判 魁北克教师工会呼吁改善工作条件 以解决人员短缺问题 加拿大环球邮报 魁北克的教师工会 恳求省政府改善学校的工作条件 因为一份报告显示 在新学年开始时 大约有5000的教师职位空缺 工会希望政府能更好地支持学校员工 包括教师、行政人员、心理学家、言语治疗师和其他专业人员 工会正在与魁北克重新谈判一项于3月到期的集体协议 一位工会代表表示 由于过去20年来连续政府的忽视 教师已经变得难以管理 魁北克教育部长承认 在学年开始之前 将无法找到足够的合格教师 特朗普在乔治亚选举案中面临20万美元保释金和禁止威胁的命令 路透社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将面临20万美元的保释金 并被禁止发送威胁性社交媒体信息 他在等待佐治亚州审判期间被指控试图推翻 他在2020年选举中的失败 保释协议由特朗普的律师和福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签署 其中包括限制特朗普恐吓证人和妨碍司法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 特朗普和其他18名共同被告 于8月14日在佐治亚州被起诉 检察官提议2024年3月4日开始审判 而特朗普的律师则要求在2026年进行审判 众议院共和党人传唤参与亨特 拜登案的国税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 英国独立报 众议院共和党人传唤了几名参与对总统乔 拜登之子亨特 拜登进行的联邦调查的FBI和IRS特工 因为他们考虑在秋季对总统进行弹劾调查 众议院司法和财政委员会 要求4名参与司法部对亨特 拜登的税务和商业交易进行调查的特工作证 共和党人声称该案件存在不当干预 并正在调查拖延调查步骤和推迟执法行动的指控 此举是在总检察长梅里克 加兰德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亨特 拜登之后采取的 民主党提出的财富税对企业家和经济增长意味着厄运 传统基金会 一群极左翼的议员提出了又一项 对富人进行重税的法案 这个新法案被称为反对无限不平等增长 和扭转社区伤害法案 Oligart法案 明白了吗 它将对超过1.2亿美元的财富 引入一项全新的税收 其实税率为2% 最高可达8% 这项新税将与所得税并行征收 最后三名惠特诺绑架案被告开始受审 英国独立报 三名被指控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 惠特默一名民主党人的男子的开庭陈述已经开始 据称 这些人是一个大型右翼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曾讨论袭击州议会大厦 试图引发内战 与这一密谋有关的14名被捕人员中 已有9人被判有罪 目前审判中的被告 对提供恐怖行为的物质支持 和非法持有枪支的指控 表示不认罪 如果被判有罪 他们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特朗普在佐治亚州案件中获得保释 并对社交媒体威胁发出警告 英国独立报 根据法庭文件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福尔顿县 被正式逮捕和登记后 将以2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释 他被指控违反佐治亚州的敲诈勒索和腐败组织法 保释金定为8万美元 另外还有12项其他指控 每项指控保释金为1万美元 特朗普的保释金是他被指控的共谋者 前法学教授约翰·伊斯特曼的四倍 特朗普和伊斯特曼都需要支付各自保释金数额的10% 并需每月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